大家好,我是顾爱秀参 这个视频呢,咱们周年点评 向紫光股份,招一创新 富盘电子,北方华创,客带店员等 那么他们大跌的启示 向紫光股份呢,今天更是跌停 那么,表达一下 自己的核心的观点 时而富盘大跌的股票 收获可能会比富盘 涨停板大100倍 它有利于呢,自己打破 执念,心存 敬畏,市场永远是 对的,而且呢,在风险面前 眼泪是无用的,抱怨是无用的 唯有直视和加强 纪律原则,例如像 紫光股份,那么讲到紫光股份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相信 很多朋友的话呢,影响应该是 极为深刻,为什么呢 因为紫光股份 咱们对它的一个 点评次数也比较多,在这个 节点 刚刚突破144年均线 那么对应的话呢,虽然 30分钟顶目离,当时认为呢,有一个小的条 调整,但是调整主要不破144年均线 就是机会点,那么从144年均线 一路上涨,其实接近 百分之也是呢,接近 百分之三十 这样的一个涨幅 百分之三十这样的涨幅过 之后的话呢,后面这一阵浪当中 修缠的一个观点呢,相信很多朋友 应该印象比较深刻 当时的一个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上方看压力,下方看支撑 它距离支撑的位置已经稍远 距离压力的位置呢,压力区比较近 比较近的情况下呢,认为这个位置 调的如果深一点,它可能是个机会点 还有空间,如果调的浅一点的话呢 反而不好去参与,比较尴尬 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就是调,那么也不适合 也不建议,作为一个机会点去看 那么,然后的话呢 在这样的一个观察视角结果呢,有一天 涨停,当时呢,还有粉丝留言说 涨停了,你怎么看 因为呢,前面希望它调的很深一点 结果没调那么深 那么呢,因为它这个位置往上 它距离上方的这个压力区比较临近 距离上方压力区比较临近的话呢 那么想要继续往上高跟猛进呢 有难度,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而是说难度更高 空间的话呢,不好把握 稍微不适合的话呢 那么再调整可能是 风险会比较大 好 然后呢,即便涨停过 再涨停过之后 再进点名讲的呢 向上也是找卖点的 而不能再去追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也是在这个压力区的节点上 出现这样的调整 那么调整的话呢 像 今天直接呢,干了一个低停板 那么前面这样的一个调整的 一个走法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来看 其实这个这个低停板 不是说提前可以预知的 而是说呢 只有保持这样的一个谨慎的态度 你才可能会规避掉 好,这是指光股份 那么指光股份 今天这样的一个下一个低停 那么低停的位置很重要 什么位置呢 它是一个破位 一破了13天均线 二呢,是属于低点和低点相连的一个破位 同时的话呢 它也挑战了前面这个小的平台的下沿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话呢 后面可能还要惯性 还要继续往下 那么继续往下的话呢 到时候再去看 如果说没有往下 出现只小的反抽 它的破位之后的反抽不能朝底 但是如果回落 靠近140年均线 一旦能够止跌 在前面这样的一个平台附近 在140年均线附近 如果说能够出现强底分的话呢 可能又是新的观察点 好 那么从此来看的话呢 再回过头来看咱们前面的一个观察视角 它呢 如果说后面 在这个位置呢 哎 震荡当中就走强了 可能会少赚一些钱 但是呢 咱们这样的一个 严谨的一个态度 一个应对的一个视角 它可以规避这样的一个风险 而且呢 如果说前面的一个点评 或者一个分析 你真的听进去了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 这样的大跌 相当于 被规避掉了 当然这有一定的巧合的成分 好 这是紫光股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造一创新 富满电子 北方华创 科技电源 那么咱们先讲科泰电源 好 那么科泰电源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咱们在手摆的时候呢 讲到 因为当时对于触能方向的话呢 对应的 认为呢 当时像 其他的一些个股 好 像触能方向当中 当时呢 上能电器是被关小孩屋的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 这里面 列数呢 当时的一些其他的个股呢 有的是在云端之上的 这个云端之上指的是什么呢 例如像百川股份 即便知道它可能还有一样上 但是没有追的意义 因为呢 已经高速不胜寒了 包括的话 像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 个股 但是呢 讲到科派电源 可以当成一个重点跟踪的对象 那么在手摆的时候 出现重点跟踪的对象 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地方呢 它也是属于大平台之后 小平台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平台突破 回踩 然后呢 涨停的位置 再出现一个小的突破 小的突破的话呢 其实观众下方呢 它是能够看到层层支撑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 涨 它可能是整个板块效应 或者是情绪的推动 如果说跌 小的平台 它是有依托的 再往下的话呢 大的平台也是有依托 即便这个位置 现在出现下跌了 下方有这样的一个层层支撑 反而呢 没有那么可怕 甚至说呢 即使出现下跌 也容易出现有反处的机会点 所以说呢 安全比较稍高 但是呢 收摆之后 第二天涨停 直接百分之二十 二十厘米的一个上涨 那么昨天的话呢 又出现这样的一个盘中冲高 盘中冲高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冲高到十九点八十 没有继续分盘 那么这个咱们在进行 点评的时候就讲到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本身涨停就是百分二十 那么呢 一旦不能冲板了 那么这个严重的偏离五军 偏离五军 不扯追 偏离五军就是卖点 那么呢 如果说遵守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纪律 那么像这样的大跌 实际上也是可以赌过去的 但是像科列电源这只个股呢 还有一点 结合他的一个技术图形来看 那么这样的个股呢 可以 个人的一个经验的一个视角 就是从他的一个技术特征 来就看的话呢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 他当起了一个大跌 或者后面再往下 如果说继续杀跌的话呢 靠近这样的一个平台附近 他可能后面呢 会有反暴的剧情 或者会有这样的反反弹 强反暴 弱反暴 不好判断 但是呢 跌下来之后呢 可能会有反复 好 这是对科列电源的一个判断 因为下方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筹码 他一下子的 就是不能 不太容易完全给 出掉 所以说呢 回落下来之后呢 后面如果再往下 后面呢 可能会有应对的 一张的反弹的一个走法 或者是有反暴的走法 好 这是科列电源 那么咱们再来看其他的 那么像造一创新 富卖电子和北方划创 那么像造一创新 好 那么像造一创新 这类个股的 它是半导体方向 半导体的话呢 其实咱们在进入八月份以来 甚至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在最典型的话呢 是在这一根长上瘾 这一根长上瘾的话 就是咱们所谓的预警开线 而后的话呢 不能向上突破前面高点 而且呢 这一次半导体方向的话呢 它有一个 情绪的转折点呢 是出现大基金减持 大基金减持的话呢 例如像先是太极实业 而后的话呢 像对应的 包括呢 像一些其他的一些 像足胜威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 各股就是呢 当一些大基金减持 再加上一些解禁 那么他就这个情绪的转折点 情绪转折点过之后的话 后面再进走墙的话 对应了一些趋势龙头 开始纷纷坚顶 纷纷出现顶部特征 那么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 一个视角的话呢 其实从道理上面 也非常简单 一 涨高了 他增加的是 狐狸盘出逃的欲望 这是这是一个使用 第二种大基金减持 是一个情绪的转折点 第三个的话呢 此处 先是出现60分钟顶背离 再是出现日线级别的顶背离 那么当这些简单的一个基础信号出现过之后的话呢 再加上一些对应的一些 趋势龙头 纷纷滞涨 纷纷见顶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他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隐患 例如说呢 我们来看咱们前面讲的 吃了比较多的 例如说像北方华创 他顶背离过这个位置呢 他出现高位使插 高位使插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他就是13天居然一旦破位 那么趋势线也破了 趋势线也破了之后呢 这就是属于因为他是属于后来居上的一个趋势 类型的个股 他也回走了 回了下来中了 当前的一个做法 直接目前为止的话呢 一旦收不住 他可能还会有向上加速的一个可能性 这是北方华创 例如说像富满电子 富满电子的话呢 那么更加典型 前面的话呢 富满电子和四南威 他可以说是整个半道的方向的趋势龙头去看的 那么前面这样的一波上涨的话呢 也整体沿着五军一波高跟猛进的时候 在这个周期里面 整个半道的方向是比较好赚钱的 比方昌霸我登场 龙头在前面打头刃 不断的刷新高度 不断的走强 其他的个股的话呢 不断的交替发力 不断的出现涌现一些涨停板 或者是轮动 但是呢 这个位置再进回落 调整的幅度 增强 反弹 量能没有突破前面量的MSD 是属于将近不近 再度相下 那么呢 顶背离 日线顶背离 而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史财林局限的破位 颈线位的破位 那么这样的一个 纷纷破位之后的话呢 对应了 他就是典型的破位下跌吗 当富满电子 这类个股 破位下跌过之后 那么对应的列出呢 像上海背离 上海背离 在这个位置也是一个破位 而且在破位的都破位的时候呢 当时就给他讲到 一定要预防 高标个股的风险 反复去提醒 当时呢 还有 朋友留言 留言说呢 上海背离后面 一定还能涨 其实呢 在修缠的眼中来讲 不存在一定涨一定跌的 呃 场景 他只是说呢 当前的强弱 已经的隐患 后面什么情况下 可能会转强 没有这么多一定 那么像上海背离 出现这样的一个节奏点 这是一个预警开线 预警开线出现过 之后的话呢 在这个震荡当中 下方的冲马有冲动 然后13年军院破位 破位之后呢 沾不上来 用咱们淘顶三母曲来讲 最起码你记着买 卖不到最高点 最起码呢 你能够识别 它是转弱的 它的趋势是可能走坏的 而我的话呢 像这种走法 我们来看从高到低 它的一个调整幅度的话呢 其实也达到了 就是也是20%以上的 这样的下跌 还不是最高到 还不是最高点 开始算起 好 这上海背离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更多的 在它出现 这样的下跌之前 顶背离 那么顶背离 不是说不能识别 也不是说不好识别 而是你愿不愿意去 利用它 即时的降低仓位 那么降低仓位的话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伴随一种场景 什么场景呢 背了优背 就那分钟级别的顶背离 呈现了日线级别顶背离 顶背离过之后呢 达比方这个位置 没有级下跌 而是呢 又给你真一阵 又走强了 怎么办呢 总有一些收益 不属于自己 总有一些商长 跟自己无关 要认清这一点 不要期待说 我一定要卖在最高点 这不现实 你只要认清这一点 就不会那么多纠结 好 这是上海背离 好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咱们重点 包括呢 讲到这一块的话 更点 重点要讲的是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 在股市当中 心存敬畏 它是一种时刻 保持的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驱使下呢 让自己的分析 更加的多维度一些 一分为二去看 考虑的好了一面 也考虑的不好的一面 然呢 哎 有一个应对的事情 或者是有一个用 一分为二的视角去看 然后用联系的发展的 变化的眼光去看待 打破一种智念 没有 就是不要有太多 太多一种非常主观的 呃 自己想当然的认为 他未来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怎么样 没有那么多一定 市场不是我家开的 也不是你家开的 是国家开的 所以说呢 自己心里想的再多 再美好 都是没有用的 市场永远是对的 而且在风险面前的话呢 更多的 其实每一次 咱们这是对于 不管指光股份也好 包括呢 像造一创新 富满鞭子 北方华创 客业电源等等 咱们都算提醒的算比较及时了 他的技能比较及时 依然保护其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的反应迟钝一些 或者说呢 关注的没有这么 呃 没有那么坚持 没有那么持续 可能也会 就是每一次风口的背后 他都一定会伴随 绝大多数的散户 高位站岗 深度套牢 产生大量的亏损为代价的 这是呃 这是一种死局 只不过呢 能不能 能这种死局下 对于你来讲 对于自己来讲 能不能跳出这个死局当死局之外 就是呢 我宁愿少赚最后的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我尽可能规避更大 程度的风险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说半导体方向的话呢 当前已经呈现这样的一个下跌 而且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 没有止跌的一个迹象 那么下一个高风险区在什么地方呢 有没有可能在办 有没有可能在离电池方向呢 嗯 个人认为呢 离电池方向也是存在隐患的 这个隐患的话呢 只不过近期表现比较强 一言不合掌听潮 一言不合掌听潮 所以说呢 很很让人什么 很让人怀疑人生 但是呢 对于离电池方向呢 第一个 如果说你有发现好的标的 业业 业业很好 位置不高 又符合各种条件 该参与参与 控制好仓位 控制好直损位 没有问题 但是呢 要租越越来越小心 越来越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近期离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小的 时不时的高潮 时不时的涨停潮 他已经带不动很多趋势个股的上涨了 什么意思 就拿今天来讲 离电池是不是也出现这样的一个 都家个股涨停啊 好 那么都家个股涨停当中 有些个股的话呢 其实属于这种底位 底位启动的 或者是更多的是底位轮动的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也是有的是概念叠加的 那么对应呢 我们再来看 例如说像 宁德时代 定征一出 对他来讲 短周期来讲 长周期可能是利好 或者是有很大的一个预期 或者怎么样 但是短周期来讲 就是利空 为什么呢 定征他实际上是在市场上进行圈钱呢 而且呢 对于 这样的购 他的盘子本身就比较高 500的价格 结合当前他的一个 股本 也许说是属于三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值 三万亿的市值的话 那么今天市场是直接用缴投票 直接滴开 滴开冲高之后的话呢 对应了 他也是冲高回落的 像宁德时代 就是近期离电池的一个火爆 已经带不起宁德时代了 包括呢 像宁德时代之外 那么对应的例如像干风离业呀 好 包括呢 像天奇离业呀 包括呢 像华友孤业 好 就是呢 离电池的热闹 已经带不起前面的一些趋势龙头了 而且这种还是一个震荡组弱的 甚至说呢 筹码是松动的 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能不能可以理解为 例如像华友孤业 在这样哪个震荡当中 下方的筹码是减少的 那么减少的筹码干嘛去了呢 是不是有这样的出货的嫌疑呢 好 那么对应的 像宁德时代这样的 它属于机构抱团的一个对象 像干风离业这样的一个走法 下方的货力筹码 是不是有明显来出生动呢 所以说呢 对于理念词来讲 因为赛道 因为消息驱动 因为不断的有消息刺激 近期的话呢 它十七比伏 然而呢 掌时一言不合 就出现多家购物涨停 你参与可以 但是你要更加谨慎 更加小心 更加注意速度 更加注意纪律 不要呢 过于恋战 尤其是高标类型的个股的话呢 一定要更加警惕 好 当然这是一个善意的 观察视角和提醒 这是一个视角问题 后面呢 大家还需要自己呢 多就是多长一个心眼 在市场当中还是 安全第一 风险控制第一 在这个技术上面呢 把握他的一个机会 潜在的机会点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希望呢 像这样的一个复盘视角 能够增加一下对市场的敬畏 同时的话呢 一些简单的技术节点 我们该谨慎的时候呢 如果说 很多时候市场是无偿的 出现一些风险点的时候 主要就像紫光股份来讲 紫光股份来讲 如果说你前面好 紫光股份 咱们前面在这个节点点频道上方有压力区 而且的话呢 对应的 嗯 其实向上呢 也是找卖点的 不能去追 不能去买 而且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用分钟级别来就看的话呢 他也是成存在这样的一个 呃 背离的一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但是他未来是不是说一定会下跌 一定会涨跌的 不知道 不一定 但是呢 能不能让仓位更轻一点呢 能不能让自己的交易手法更灵活一点呢 而不是说哎 涨的时候也能看着他上涨 跌的时候也能看着他下跌 但是呢 由赚钱活生生的变成了亏钱 而没有任何的应对 没有任何的决策 后面的话一旦出现套牢 即便最终能涨上去 可能就是漫长的时间了 好 这是紫光股份 好希望这样的一个呃内容呢 能够对大家取到一定的启发和呃 帮助 也说呢 嗯 一定要真真正在市场上面保护自己的 还是靠一些纪律原则 好 然后呢 打破一种志念 形成一种良好的分析习惯和应对的一个习惯 一分为二 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一些视角 多维度的一个视角 好 这是我们讲的内容 嗯 觉得呢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